大家好,今天林教大家做一道中国菜,叫做公报鸡丁。 我还喜欢吃,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公报鸡丁呢? 首先,大家看,这就是一道公报鸡丁。 首先,我们需要用到的是,这是一只鸡,我们需要用到的是鸡身上的两块肉,叫鸡脯肉,鸡脯肉。 我们需要准备鸡脯肉300克,300克的鸡脯肉。 准备好鸡脯肉之后,用刀切成块,把鸡脯肉切块,放入碗中, 放入碗中,加入料酒,再加入玉米淀粉。 搅拌,搅拌,搅拌,搅拌之后,腌制。 大家看,这里是时间,腌制从十二到十,也就是需要腌制十分钟。 腌制十分钟,腌制十分钟。 这个时候,我们还需要用到的是什么呢? 我们需要用到的是花生。 花生。 我们需要用到花生,所以我们也都知道, 花生剥开之后,每一粒花生表面还有一层包衣。 所以,我们需要把花生的表面的包衣给去掉。 如何去掉呢? 我们用热水把花生泡起来,大概泡十分钟的时间, 然后把花生表面的包衣去掉。 去掉之后,晾干。 去掉之后呢?晾干。 晾干。 花生晾干之后,我们需要准备的是什么呢? 是把花生在油锅里,也就是开火。 开火。 把锅里加入少许的油。 油,大概五分热的时候,我们把花生放进油锅,翻炒。 一定要记住,小火,小火翻炒。 翻炒,把花生翻炒到两面金黄, 两面金黄,然后关火,盛出备用,盛出备用。 接下来,我们需要准备的是什么呢? 当然是这个,这是胡萝卜。 我们需要把胡萝卜洗净,用一半切块,放入碗中。 必然是切块,备用。 还有,我们还需要用到的是,这个黄瓜。 我们需要把黄瓜洗净,依旧是切块,放入碗中备用。 那么,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完毕。 您跟大家重复一下,我们用到的食材有哪些呢? 有鸡脯肉,腌制好的鸡脯肉。 还有,我们准备的还有,翻炒过的金黄的黄灿灿的花生。 以及,切成丁,或者切成块的胡萝卜。 还有,切成块的黄瓜。 接下来,我们就开始做公报鸡丁吧。 当然,我们要做公报鸡丁,是需要用到一口炒锅。 开火,然后,把锅加热之后,加热之后呢,我们把锅里加入油。 油一定要烧得足够热,烧得足够热之后,先加入公报鸡丁。 把公报鸡丁加入油中。 翻炒,这是铲子,翻炒,拿铲子翻炒,翻炒到鸡脯肉,逐渐的变得有弹性,逐渐变得有弹性。 然后,加入,加入什么呢? 我们这个时候,需要加入的是,辣椒粉,盐,还有豆瓣酱,豆瓣酱。 还要加入一些糖,然后,再翻炒。 翻炒之后,我们就需要把,花生,胡萝卜丁,黄瓜,分别加入锅内,继续翻炒。 那么,大家肯定会问,胡萝卜,胡萝卜,花生,黄瓜,它们加入的先后顺序是什么呢? 零告诉你们吧,我们先要加入的是,胡萝卜,因为胡萝卜通常比较硬,不太容易炒熟。 所以,我们先加入胡萝卜,翻炒,翻炒大概两分钟,我们再加入黄瓜,翻炒一分钟。 最后加入的是,花生米,把花生米给加入进来。 加入进来,然后,继续翻炒。 翻炒同时,大家一定要记得,这个时候可以夹一块黄瓜,去尝一尝味道。 咸蛋,我们说的味道叫做尝一尝咸蛋。 如果不够咸,我们需要再加一些盐,或者是豆瓣酱。 同时,我们还可以加入少许的这个,这个我们叫做加入少许的生抽。 因为生抽可以提鲜,我们可以加入少许的生抽,加入进去,继续翻炒。 翻炒大概三分钟之后,我们就可以关火了,关火之后,把菜盛出来,放进盘子里。 那么,就成了我们今天,要讲的这道菜,公饱鸡丁。 公饱鸡丁。 所以,关于公饱鸡丁的做法,你们学会了吗? 如果你们学会了,或者你们也喜欢吃公饱鸡丁,可以自己在家做一做,试着做一做。 其实,听起来很复杂,其实,动手做的时候,你就发现,其实很简单的啦。 所以,动手做一做吧。 鸡丁,切好花生米,炒成金黄,胡萝卜,切丁,黄瓜,切丁,然后就可以一起炒。 炒的时候,记得加入盐,豆瓣酱,辣鸡腰粉,糖,还有一些生抽。 所以,今天讲的就是公饱鸡丁的做法。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,朋友们,拜拜。